张凯设计师以独特空间美学形体 玩味着不同层次的结合空间元素 期望在时尚设计潮流当中 开发新的创意领域 进而雕着出真正与众不同的个人时尚品味 打造出浊然出众的生活空间 当初我们在接洽这个案件的时候 吴祖其实他很希望能够之后未来有一个 可以休憩的一个度假空间 那他在这边可以跟他的家人在国外 回来在台北团聚 或者是说在这边做一个短期的旅游的行程规划等等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实地看场这个案子之后 还发现哇 这边的整体的社区给我们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漂亮 在外面有一个很美的三年景致 然后到了他的社区中庭 又有一个非常气势磅礴的一个圆区的规划 所以我们当初觉得这个案场给我们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于是我们就交付给自己一个很重要的神圣的任务 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室内空间设计上面 做到一个跟室内外空间相辅相争 互相呼应的一个设计的调性出来 今天的这个房子除了他外面的这个山景 绿衣是让人羡慕之外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想买像这样子的房型 可是这样的物件真的太少了 因为它就是有半层半层 然后是交错的空间 所以它的空间是有趣的对不对 是 其实像这样的空间在台北市建安来讲算是非常独特 对 然后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其实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于中间这一层 中间这一层 我觉得非常OK 再一个 这一层的挑高是不是特别舒服 它这边挑高其实大概有将近到4米2的高度 我们当初在设定这个暗场的时候 其实尽量用最挑高的方式去设定它的电话板 对 所以你看到很多地方 除了绕过一些两根管线的地方 我们几乎把电话板所有的地方都往上升 对 然后保留它最好的一个高度呈现 包含它现在外面的景跟光进来 也是最大面积的了对不对 几乎是最大面积 好 我要先说 今天的这个空间当中每一个立面 不管是墙面或者是柜体 其实都很值得我们花时间好好去琢磨 不管它设计的想法或者是工法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我要先讲 旋观一进来看到的这个石皮墙 是 这样的材质跟工法 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它其实是哪的 是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当初它在设定这一道石皮墙的时候 难度在于 第一 它的高度非常高 所以我们在外面最需要做一个 非常强韧的结构体 去载重这个很厚重的一个石皮 它是跨这三个楼层的吗 对 它是跨到上中下三个楼层 比较困难的地方 因为它刚刚卡到一个楼板 对 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 光在石皮的切草上面 就做到一个很备工的一个层 对我们这样 OK 另外当初在设定这道石草墙的时候 其实它有一个诉求 我们希望将石皮转程 是直立的一个方向 然后在这样的设定当中 可以维持它一个最漂亮 最完美的高度 我大部分看到 如果有这种原生石皮墙 它做的都会是比较左右水平 这样子的堆叠 是 这样的难度 跟你现在把它拉成整个垂直 对 应该是垂直的难度 是垂直的难度 因为当然它在垂直上面 窄重度又变得更加的刻重 所以我们在钢架上的设定 就的确在这方面 要做很多的补强 好 那接着我要来讨论这个立面呢 我要说 我觉得这个立面就是 跪体很不跪体的感觉 实在很难想象里面 每个都是收纳空间 是 我们当初其实想要印造一个很独特的视觉焦点 对 所以就是说 其实它有点类似像对画框的概念 去设计这样一个造型的柜子 对画框 你说看漫画里面那个一个一个对画框 对 就是说当他们一家人从国外回来相聚的时候 他们待在这个空间 你看它如果假如像电影的情节 你会发现它很多家人跟家人之间讲话的东西都像一个画框一样 错落在就是他们的这个上方这样 好 那我们就说这个面就柜体很不柜体的原因在于 它除了是对画框架你设计的想法之外 它每一格都可以打开 对 它每一个都是独立的 所以当初我们在操作这柜子的时候 其实在制作的工法上非常的困难 因为它每一个柜子其实都是 你看它是特殊的造型 它每个都是分开独立去操作 对 然后我们会在它们的把手部分 特别有了一个空缺的地带 对 那地方其实造型也是一个机能性的把手的设定 那是把手 对 那其实是把手 但感觉它就是柜子跟柜子中间还可以再脱开 是 我再把它打开看我发现 连里面的成板的细节都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其实这个部分算是对造型的美感 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执作性 所以我们会希望包括就是说 后面往后客户它自己在摆放东西的时候 都可以维持这个 维持一个很漂亮完美的状态 对 所以我们才会刻意把这样的成板隔开来 它所有东西摆放都只会控制在这个柜子里面的范围 不会漏到它一个放空的部分 就是你说那个脱开放空的部分 对 我们就包括它后续在使用的状态 我们都希望是很完美的 OK 这个墙面的设定当初 我们会希望用一个很大面墙面的感觉 去受到一个整体的空间的氛围感 然后在这个墙面上面 我们做了一些转折面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它在不同的面上 它有一些宽窄的尺度上的一些调整 然后在某个地方 它也有一些角度可以转折进去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呈现这整面电视墙的一个细节跟层次感 我们这个整体照你讲的设定 除了原本它该有的一个宽度之外 我们甚至跨过这个门 做一个石材上面的延伸 它可以让整个视觉从窗户的这一侧一直延伸到我们的鞋柜 甚至我们把原本电视柜该有的它的一个机柜 整合到我们的格柵的柜体里面去 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电视墙的下方 我们做了一个很轻薄的铁件 它除了有足够的支撑性之外 我们上面上了一块很漂亮的一个皮革材质 那这样的一个材质的搭配 去搭上我们原来的电视石材墙面 它做一个相当简洁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呼应这样 连续的石材墙面 利用镂空的铁件屏风 界定出玄关区域 让视觉有了段落 屏风搭配布料的材质 刚硬的线条中带入柔软元素 相当具有特色 而客制化灯具 运用铁件表现出大小齿轮的意向 引领工业风潮流 今天的房子一开始我们就说 它就是那种错层 所以错层的空间是非常的有趣 但我们都会发现 错层的空间在这一层的光线 你会是最明亮的 是 然后上下半层的光线可能就会被减半 但我觉得在你的设计当中 好像没有这个问题耶 因为那个光线是穿透而且流动的 是 这个光线导演的部分 我们当初因为建商它原附的是一个水泥的楼梯体 那我们就把这个楼梯已经跟业主讨论之后 我们做个修改 现在变成你看到就是一个圆木的踏板 再加上铁件的一个楼梯 它中间又做了很多穿透的一个性质存在这样 所以原来建商给的楼梯是用湿的水泥墙的那种 是 光线是透不过去的 OK 就是第一个让光线流动的方法 对 还有别的方法吗 第二个方法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鞋柜啊 它下方有一个空缺地带 对 那我们利用格柵的这样一个效果 去做它的修饰面 那同时就可以导引到一楼的光影 引进到它的下跌层空间 有啊 我这样隐隐约约还可以看到 齐居室的空间的感觉 对不对 其实一般如果看到空间里面有用格柵 如果去做门片 我大部分看到它都是做滑柜 然后是做左右横拉门的形式 是 你今天不是这样做 我房间一般外面那种横拉式的格柵 它相对在工法上是比较好操作的 因为第一它比较好控制变形 然后第二它的框架可能会比较粗 那我们这次想要挑战的部分就是一个 算是很极致难度很高的一个工法 我们把所有的它的结构框架 用按架的方式做在后头 然后外面你只会看到很细的格柵 呈现在外头 那你就看到一个很完整的格柵 呈现一个面向这样 而且还没有框就对了 完全看到是五框的一个视觉感受这样 OK 但是它是像一般门片按压然后弹开的 对 说实话今天格柵这么细 如果你在打底的工法没做好 我每天这样开啊关啊开啊关啊 它那个很快就变形了啊 对 所以我们这次 它这个门片使用的那个五金锅链 其实是我们自己特制的 所以外面一般坊间看不到的 对 我想因为它是属于这种错层的空间 所以处理每个立面的时候 不是就单这个楼层 你要处理 包含我坐沙发往楼梯这个面看的时候 其实上半层跟下半层的设计 感觉是连贯的耶 是 我们在上迭层跟下迭层当中 使用同一种建材 去做设定 那这个材料它其实是否算净 这种特殊的一些化学浮石 做出来一个效果 那因为你会看到一些金属光泽在上面 有一点点金属光泽耶 对 然后我们又是用这种枕面墙式的设计 它枕面墙都用简单的线条去带过它的走道空间 这边包含的门片都银行在里面 我们因为考虑到使用者 他其实在开关门片的时候 手会留下指纹 对 所以我们利用一个烤漆玻璃的一个材料 去做在这个手会碰触的地方 OK 所以我才说在这个空间当中 每一个面 你看过去其实都 还蛮值得我花心思 然后跟你讨论 然后去挖掘你当初设计的想法 是 我想主要的这一层空间 跟你的设计想法 我们介绍给大家了 我们带大家往上半层去看 上半层是两个房间对不对 对 一个女生房 一个男生房 在女生房的设定部分 因为女生房这毕竟是一个休憩空间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色调 跟设计上的琢磨 就相对会比较清爽一点 清爽 我们在墙面的部分使用一个 预柱清水模板 作为一个简单的分割 然后加上上面收梁的一个框体 就完成它这样一个床背墙 竹墙的一个设定这样 那个材质还不赖 我觉得有满逼真的那种触感跟效果 它是真实的清水模去设定的 OK 好 然后在它右方的床头柜的部分 我们也刻意用一个成板的方式 开放式成板的方式去设定它 同时搭配一些很细致的铁件 让它映照一种轻盈跟穿透的一个感觉 其实飞门一开就会看到 我觉得有一种端景展示的效果 是 对 好 那另外一个房间呢 因为房间是男生的房间 在这地方我们做一个比较特别的设定 就是说它在床头背墙 跟它侧边衣柜的部分 我们做一个特殊的床板的连结 是 这90度看起来像同一个面 整合在一起了 是 它在视觉上看起来是连贯的 然后而且它在那个衣柜的下方 我们特地做一个调控的设定 那因为这边走道比较狭窄 那我们加上调控 再加上它的一个灯光的辅助 那这边走道上看起来就比较 一样是比较轻盈 比较宽敞这样子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想说衣柜一定要到底 需要做到满 可是其实有时候有觉得退一步 反而可以得到更大的空间 留白来讲 其实在空间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好 那是我们往上半层是两个孩子的房间 那么我们往下半层去看 其实就整个是男女主人的主卧的空间 跟起居的空间 是 取地室这个地方我们想要营造 是比较沉稳的效果 那也是希望从客厅餐厅走到楼下的时候 这边会有一个心境上的一个转换 对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整个体的感觉 就相对会比较沉浸一点 放松 放松 沉浸的感觉 那 延续刚刚在客厅的格栅的部分 我们到这边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设定在 对 它其实是一个双面柜的概念 我们利用那样一个格栅 上下延伸垂直鼻子的线条 去带出这个下面空间 整个柜子的一个造型 对 它同时可以把上方的光源一样 很自然导演到下跌层这样 你知道蛮妙的就是一般我们看到双面柜的概念 是在同一个水平面 对 然后这样子的双面柜 是 你的双面柜是这样子的概念 上下 是 它是在同一个线条 但是一个是往前看一个去 一个是往后看 所以这样子的在抓这个水平垂直要更精准 对 所以关于这个柄子的设定 我们当初其实在现场跟师傅算是 很讲究 很讲究 对 OK 是 起居空间那个 这样子看来 它可大可小 对不对 旁边那个空间也可以变起居空间 对 你可以独立出来 它旁边是一个折门的概念 它当它平时没有用这个里面的空间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个壁板 对 那当比如说这个空间有客户来访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这两扇折门打开 然后活用变成一个客房的空间 客房的空间 对 好 我想告诉大家 不要忽略这个客房的空间平常可以跟起居室串联 事实上它也是一个收纳量不小的储藏室 是 因为这边的居住者他其实年纪上来讲大概是56岁的一个不富 那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它在这边空间使用的时候 让整个地面的串联是平整的 平整 就不需要再有架高的地板出现 所以我们当初就是希望这个收纳空间是可以往地面下发展的 OK 所以它一样有那种像架高收纳那种上线 是 只是你是在平面以下的部分 是 所以我说啊很多的设计你的思维还蛮值得我去探讨的 我今天还学到蛮多的东西的 谢谢 当然我们也来看一下主卧室的部分 通常如果主卧床头压梁是大家都有的问题 但你的设计手法我觉得是漂亮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设定利用一个很精致的钛金属 去做一个收框的概念 那它其实很完整的包覆了它后面整个床柜 然后我们一样做一个类似的悬浮床柜的概念 它上下一样有留白 然后再加上打光 所以你在设计上看起来它其实非常的穿透跟轻盈 好 你上面打光我相信那个夜晚的这个光源的氛围会很好 我更喜欢是你下方镂空给它的机能 那因为这个机能部分其实整合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床头柜 我们就是很完整的把它收到这个墙的后方的柜子上面去 OK所以它左右两边的走道就可以很完整的利用了 我看了一下主卧更衣室的那个面包含门片 其实格栅的想法也在里面 但是跟楼上的格栅又不一样 这个部分我们做的是实体的格栅 那你会看到它上面其实有一些宽窄的细条的变化 对 但是当然这个目的希望延续在客厅空间的一个这样一个设计质感 沿透我们的卧房空间 做一个呼应的感觉这样 OK 我再猜啊如果我是屋主 或者是我是他们的邻居 我觉得他们主卧卫浴的空间 绝对跟别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这个其实当初我们有把那个原本建商的格局做个变动过 当初它其实的卫浴区域 它的马桶跟它的洗手台 其实在同一侧的 对 那我们这个地方跟业主讨论过之后 我们会觉得 现在像设定会比较合乎使用空间的原则 对 所以你会看到它进去之后 你会看到很大片的一个漂亮的淋浴玻璃格尖 一个玻璃盒子在中间 对一个玻璃盒子 它营造一个视觉主效果的感觉 对 那马桶就落在它这个玻璃格尖的右侧 在使用上的动线上也会相对比较顺畅一点 嗯 我也喜欢它的那个浴缸降板的那个材质 跟外面整个FU 跟你整个空间的那个氛围风格 是 很合 那个酱板浴缸是真的是所有很多客户中 心中最喜爱的一个浴缸 首选 首选 那也很就是很开心就是 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 就的确做了一个这样一个酱板浴缸 嗯 那刚好它旁边又有一个很漂亮的山林的景致 可以刚好落在它的浴缸旁边 嗯哼 泡汤的FU应该蛮好的 超漂亮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 今天从头到尾看 一气呵成 观众应该觉得是过瘾 而且是一个精彩的空间 谢谢 我们设计团队相当注重这个 所谓主轴式的一个整体设计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每个屋主当中 我们根据它的一些环境条件 生活经验啊 背景等等的 从里面去找寻一些特点 并且帮这个特点下一个最好的注解 那这样的东西应用在暗场里面 相对对于空间主人来说 就是一个最好的设计面呈现 想欣赏更多张凯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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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